尽管摔了一跤但是看得出来身材很好 不过现在很多父母回头看看自己的小孩 会担心说小孩现在吃太多会不会过胖 尤其这个这个印度这对父母 他们担心自己女儿是不是胖到身体出问题了 因为女儿只有六岁而已 但是您看到她却重达了91公斤 想要强迫女儿减肥 居然她还会大哭大叫 干脆吃泥土来冲击 让这对父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豪迈的抓起饭就往嘴里待 眼前这一整桌子的食物 全都是这位印度小妹妹苏曼的最爱 苏曼的食量相当惊人 一天得吃上六餐 从睁开眼开始就先塞上20块饼干 12根香蕉 两个小时后再补上一餐跟点心 午餐跟晚餐更是分量十足 旺盛的食欲让她的炖胃越来越大 虽然才六岁体重却高达91公斤 几乎是同年龄儿童的五倍 也让她成为世界最胖的女孩 父母曾强迫她减肥 不过她立刻开始哭叫 还向隔壁的邻居乞讨食物 甚至把泥土当饭吃 吓得她的父母不敢再继续 只不过医生也警告 苏曼的体重已达危险边缘 要是继续吃下去的话 很可能会出现心血管疾病 甚至赔上新命 中天新闻陈雪报导 大迹 大迹 大迹